我要講一個很久以前有暈船的對象是 反正我跟我朋友就去他家睡覺 那你們怎麼睡的 你是不是吹口筋好溫暖 有被男生這樣賺買過嗎 沒有欸 你有嗎 很帥人一直在放屁肺的嗎 藏冠希嗎 余溫樂我想一下 好難 余溫樂吃飯的時候一個博物 歡迎收看逆明聊 逆明聊就是我們在IG上發問 然後蒐集網友的回饋來分享討論 然後這次我們要聊的主題是 暈船下船行威 你是抑暈體質嗎 我覺得我不是欸 但我是三分鐘熱度 你怎麼判定你自己暈船 這個人不是適合你的人 但你偏偏要喜歡他 那如果他適合你 只是他沒有喜歡你 但你有喜歡他 這樣子暈船 等一下 他適合我 他適合我是我認為他適合我 但他不見得 他不見得他認為我適合他 那我就 我不就是自己的幻想文嗎 我自己的小劇程 然後你剛才問什麼 我真的忘記了 我剛剛問說 我剛問什麼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那個網友的暈船行為 來第一個是 記得是一見鍾情 本來已經下船準備要離開了 隔天他戴了個眼鏡 我就直接變成潛水艇 我有一個很像的欸 但是相反的 是這個男生起反就不錯 就是覺得看一看都很開心 然後你也是 一點點微曖昧 然後就突然真的有一天 他戴了眼鏡之後 我就心動了 換走 變一個新的人 欸我很小的時候也 蠻容易暈戴眼鏡的男生 可是我覺得不是每個戴的眼鏡都會覺得讓我很可愛 他的基本的值是要好的嗎 本來就是我喜歡的型 然後可能戴了眼鏡之後 有一點反差萌 我覺得應該是不是這樣 看到有車子來 然後直接搂腰瞬間暈 他以為他拍韓國 本來就暈 然後被搂一下直接 就心臟暴擊 這個是 睡不著的時候 唱歌洪睡 暈爆 但如果他是唱得好聽的話 真的是 會暈欸 因為這是一個才華 對我在想說 那如果果蛋在 睡前給你唱 睡吧寶貝給你聽 當然就可以啊 他前提 不是果蛋啊 他後面還是果蛋 那如果他的對象是羅志祥 唱那個 愛轉叫給你 欸 有點危險發言 喔這危險發言幫我剪掉了 不小心碰到手 是觸電的意思嗎 我要講一個很久以前有暈船的對象是 反正我跟我朋友就去他家睡覺 然後睡到早上的時候 那個男的突然轉過來 你看你們怎麼睡的 哈哈哈哈 我拼男的夾在兩個鐘頭 哈哈哈哈 那他面對誰 他輪流 輪流喔 厲害了吧 然後到隔天早上起床的時候呢 我其實都睡不著 但我就覺得他應該是在睡覺 他就轉過頭來的時候 他就無意識的就 就這樣 把我手抓到牆這樣握著 然後我就覺得他在睡覺 然後我手 因為我的手也不敢拉開 他滿有時間會故意的 我現在想起來 他一定是故意的 但我那時候就是 蠻冤的 蠻冤的就說 哇什麼意思 他到底想幹嘛 他就喜歡我 哈哈哈哈 因為小俊鄉 他好像是 然後說媽媽這樣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腹肌 有腹肌 這是肉肉看的吧 有腹肌就暈眼 不看臉嗎 我喜歡 手好看的男生 我會喜歡手好看的 然後最好要有點抱緊 我只會看我喜歡男生的手 但我不只是看手啦 那你要看哪裡 就看臉啊 還有咧 還有啊 就先試車 你覺得有腹肌對男說 他就去健身房 每個他都暈欸 對方說我 好緊好溫暖 而且 他很溫柔 雞雞又吵大 是男生說的 好緊好溫暖嗎 不是 我是在想 如果人這樣跟我說的話 這是一個讚美吧 是啊 這讚美 你沒有被男生這樣讚美過嗎 沒有欸 你有嗎 沒有 這就是床上的折騰頭 就這樣 而且女生本來就是 折騰頭會說好溫暖嗎 我覺得好溫暖 好像有點神秘啦 這樣 是詞彙有點怪 但我覺得他前面這些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 他的激情很大 所以他暈了 我覺得他就只是 床上的一時的新鮮感 這台車他很滿意 對啊 他想繼續開 對方貼心問候病 送上熱食 我覺得會重的一點是 如果我在神病或不舒服的話 你願意花時間心思照顧我 我會覺得這會暈欸 如果是你不暈的對象 但是他付出行動 我會覺得很可愛 但我明明就知道他不不會暈他 但我還是會覺得好可愛 就這樣 不會因為這樣反變 接下來是一些下船行為 發現對方是海王 海王是什麼 他養了很多魚 哦 漁場管理 高手 他是情場高手 我覺得不一定會下船欸 女生發現對方是海王 就會變成 不甘心暈 會覺得我 就你最表演講的 原來是會有那個挑戰的形態 妳在講我嗎 妳就是嗎 哈哈哈 會激發起 我更想知道 他到底為什麼可以是海王的心 我會下船 因為我怕我 我會不小心更暈 如果對方是海王的話 就證明他是一個厲害的人 除非 你也是一個 厲害的 海王 不是 如果你知道 你是一個可以踩剎車的人 你就可以去試試看 挖鼻孔 這好無聊 大家都會挖 看他挖到什麼程度啦 他可能一隻手已經塞滿了 然後就換下一隻手 有岩屎 這也好無聊 我覺得這還好 但我要講一個我以前很尷尬的故事 這是我國中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我們中午吃完營養午餐的時候 我們那天有菜 然後我們那時候牙齒就卡了一個菜架 我不知道 然後我就這樣到處跟人家講話 有一個男生 那我走過來 然後他就這樣 妳有菜架 然後他幫我摳掉欸 我整個嚇傻欸 我覺得這已經不是 原來是尷尬到不行欸 這個妳會下船嗎 遺讀不回 我會覺得他可能是想看一下我打什麼 對 或者是我打的東西可能很無聊 那就先移讀 或者他不知道怎麼回 這個下船行為是 口罩拿下來之後 牙齒排列不整齊 還有鴨結石 鴨結石他怎麼看得到 我喜歡牙齒整齊 就是有時候看到牙齒不整齊 就那樣這樣子 那他吃檳榔呢 吃檳榔你要怎麼跟他親 親了 這都是麥克風的血 現在還有人在吃檳榔 還有 還被女子圖鑑 沒有看過人家吃檳榔很多 對方表示 只想暫時當朋友 這就是被拒絕欸 這不用下船 對方說 我現在只想當朋友 但是他就不斷跟你做一些 很曖昧的動作 可能千千小手啊 或是什麼 那他就是個垃圾啊 不想要有責任感 第一次約會吃火鍋剝蝦 吸完蝦頭蝦膏 才問我要不要吃蝦 但是是分開的啊 所以就還好了 我也覺得還好 我覺得 他的認知可能會覺得 很多人不喜歡吃蝦頭 嗯 他就先把它吃掉 不要浪費食物 那剝蝦會加分 剝蝦還蠻加分的啊 會加分 莫名其妙消失 我跟你講通常莫名其妙消失的男生 更容易讓別人女生暈 對 那麼大部分其實都有好幾條線 他消失的時候 可能是他跟別人在一起的時候 對方三不五時一直放屁 吃飯時也狂 超噁心啊 很帥人一直放屁可以嗎 藏冠希嗎 余文樂我想一下 好難 余文樂吃飯的時候 一直補目的 不行欸 跟暈船對向試車 他說他是性感小野貓 結果過程整路一直喵喵叫 小野貓是男的 就你跟一個男的試車 然後他說他是小野貓 他開始喵喵 我的天啊 在呼籲到試車之前 你要先跟對方談判好 就是什麼可以做 什麼不能做 對對對 因為對方是男生 所以一定要先談判好 要保護好自己 因為他今天要辦 就是主管跟下屬 你是女上司 然後他是你的下屬 平常對我那麼壞 警察跟小偷 你是小偷 他娘念台詞嗎 一起吃火鍋 對方把芋頭丟進火鍋裡 瞬間喪失欲問 他玉還用芋頭的玉 他很會想 他會想吃 他要過來寫文案 除非那女的真是很介意 他最吃東西很介意 介意到不行 我好像自己預告 比較微下傳的新聞是 那時候我覺得那個男生 其實是蠻有禮貌 然後蠻斯文感 他給我當時的印象 都是一些比較很溫暖的人 但沒想到跟他熱熱手之後 他就是一個 會講很難聽話的人 而且是那種講別人 講得蠻糟糕 會讓我真的覺得 我怎麼是這樣子的人 講得很狠 我覺得他是一個表裏不一的 對 我才發現原來他之前那些都是 整條的瞎爛 我就有點微下傳 好啦 其實 我覺得有時候 暈船暈到後面都會規則 如果發現自己暈船 能踩煞車就踩煞車 不然的話就其實可以跟朋友聊聊 那如果真的跟朋友聊完之後 還是暈我們就大家一起暈下去 就這樣 就是說 大家是要一起沈船嗎 大家一起沈船 我們一起當潛水艇啊 但如果有發現到負面情緒的話 真的是要急早下船 好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 如果想看我們要聊的話題 直接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然後我們也會下來拿出來討論喔 喜歡我的話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加分享 好 掰掰 下次見 掰 那某一天如果他真的 他已經就是網路上買好衣服了 假如買一個水手服好了 他要扮演師生 我可以接受對方叫我穿 他自己不要穿好不好 他就是想要 他是不是要鋼鐵人 你有洞要從哪裡開